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全日总结的环节 在我身边有我们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卫豪Rafi Rafi 你好 不如跟大家跟进一下港股在收市之前的市场 暂时恒指是报22984点 升124点 大市成交超过551亿 Rafi 见到恒指 今天在没什么好消息的情况下 都跟着美股一度升超过200点 现在就收窄了 今个星期内地又未有市 会不会都是跟着美股走呢 绝对比较大机会 始终少了内地去看 变上指标性质上看的小样东西 变上可以参考东西 可能只能在额外方面 特别以美股对美国方面看比较重 除了以美股的去向去看之外 更加要留意近期不断说的 就是两党方面的争拗 究竟能不能在短期中 重新是叫做 即是叫做 令到政府方面 可以叫做重新的 变上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我会觉得对市场 可能短期来说 都会有一些充足 因为始终困扰了 不是太久 而且以这个星期内来算 都不断说就是数据 就是就业数据 如果可以预期公布得到 那我相信看完结果是怎样 如果出来算好的时候 或者无论好不好 好看大家 究竟最终的QE的退市因素 怎样看 这些都要留意 所以这个星期内 内地没有因素影响 反而再看回外围来说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动 即是讲过来讲 有动也好 大致的幅度上看 或波幅上看 应该就不是太大 或者没有太明确 暂时都跟今早说一样 下面的大概2.1700点左右 做方法支持 反而上面来看 看看能不能够试一试回23,500 但如果要破这位置 我觉得短期练未必这么快 能见得到 好,Rafia 亦都想跟你谈谈一些 移动的办法 就是在太阳能股方面 看见今日 几只太阳能股 都继续延续回周一的强势 保利协银升超过6% 卡姆丹克712也升超过半成 757阳光能源也升超过3% 主要都是受周一 国务院方面减税的消息 有个支持在这里 你又怎样看这个板块 升势可以维持多久 以这个板块来计算 比较难估 升势可以维持多久 始终大家知道这个板块 其实很靠消息去炒 反而好看大家对这个消息 能够炒多久 如果大家反过来 可能这个消息 可以支持得久一点 自然股价 我相信明天后来计算 可能仍然有了一部上网空间 但反过来 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减税因素 或者看得不太久 或者慢慢淡化了的时候 不排除之后 可能有机会做一个调整整股 所以好看大家对这个消息 始终可以炒坚 因为始终以实质整个光伏的版块来看 基本上我相信也不用太多说 始终这刻来计算 都未至于十分之理想 或者未至于太大的改善 而且这个版块不断 都提到一些比较负责高的行业 自然很瘦就是国内方面的水紧 或者水催不催的因素 有一个牵动 所以这些 其实一直都困住成有办法 所以其实只好看回 偶尔中有些消息 有些帮助去炒一炒 刚才提到一点 最主要这一排炒上来 就是这个即进即退的增值水因素 有一个减一半的因素 有一个支持 如果这样说回 刚才说到的 始终未知能够炒多久 所以我相信这样建议 看看大家手上有没有货 如果你说有货 始终这一刻都可以说升得那么漂亮 或者升得那么多的时候 我觉得未必那么急于 可能明早回来马上要走 可能留一留意多一会 例如明天来计 能不能够延续多的升势 假计延续不到 慢慢在顶位有些 叫沽盘涌现 或者慢慢缩回来 那一刻才开始 叫减一减帮就迟了 好啊 谢谢Rafi 亦和大家跟进一下 太阳能股板块的股价表现 卡姆丹克升一毫 阳光能源升一毫半 保利协欣升一毫四 阳光能源升一先半 轻业太阳能升七先 好 Rafi 亦想跟你谈谈医药股方面 看到今天升势亦不错 好像874白云山 升超过4% 上海医药升超过2% 四环医药460 就升超过白阵之三 是否都会衷敬在三中全会之前 可能都有一些国策会受惠到 会不会继续有声势呢 以医药板来计 其实亦都一样可以这样说 其实整个基本面 或者这样说回整个行业来看 可以说牵涉很大或者很广 其实可能问到很多 无论是市场的分析 甚至是大行 都未必对整个版块看得太通话 所以其实很多时 以投资者省湖角度看 买这个版块 纯粹很靠一些消息的炒作 或者实际的带动 如果假设有的 或者有消息去帮助的 那一刻就自然炒得起 但变回多少人 炒完之后可能都会借实回一回落 很多时医药板也是这样跟 至于你问到这一刻来计 有什么因素 今天也好 或者这一层也好 个别的医药股 都有些不错的炒作 或者不错的受惠性 那可能挺同意一点 就是大家始终越来越近 就是10月后段 或者慢慢这一刻 大落10月份 未来都预计回11月之前 特别3宗全会之前 究竟会有相关的政策 在医药板里面 可以叫它出到来 所以整成都有一些 在整个市场这样计算 可能没有太多的炒作性之下 都借这些所谓的憧憬 或者所谓借这些消息上的牵动 有些去炒一炒 但我会觉得这样看回 始终这些都比较虚 不是太实在的炒作性 所以如果到了这一刻 大家是没有追 其实我不是太建议 这一刻还去追入 因为打个比较计 如果以一只爆衡山来的 874 虽然之前不断都知道 大家前生是广弱 自从受了很多的注资因素 之后改文名 业务程式变了 变了 近期股价都不断炒上去 但为什么会建议 不太考虑 因为如果以一只爆衡山来的 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估值相对比较贵 当然大家可能预期 未来的增长有 自然吸引高一些估值 但如果以现阶段来说 都60倍PE的时候 我觉得都稍为比较贵了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大家这一刻还没跟 反而等价格慢慢调整 或者大家等炒作性完之后 到三中全会的时候 如果真的有这些政策出来的时候 才再考虑也未迟 好 谢谢Rafi 亦想问一下新股方面的情况 即是云游484 明天就会挂牌 以略高于招股价 招股价格51元定价 抽到的散活 你觉得明天应该如何处理 以云游来计 本身都是集合了一些科技股 即是网上游戏的概念去上市 自然以近期一两个月 或者这几个月来计算 相关的科技股的势头是很强的 变成大家可能会对云游 也会有很多不少的憧憬 但如果以近期上市新股来说 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大家比较计算 例如之前徽生 其实也一样 徽生股业本来集资大 或者概念上看 一些股业的概念也是好的 大家始终对内地的股业股 看得比较理想 但浪河上市那刻 叫做撞正的屎 不是太理想 或者有些调整之下 就算它的概念好 或者基本上大家看得不低也好 都依然是难途 即是潜水的命运 所以好看回明天来说 究竟市是怎样走 如果明天市来说 都是叫升势 或者是慢慢向上的时候 可能对云游 不多不少也有些股价上的支持 但反过来 假设明天市是借小 做个明显回吐 或者跌得深一点的时候 都不排除云游 有机会借买 一起滑下去 潜水也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 假设大家是有抽到 亦都抽中了回来的时候 定下指舍位 亦都一样 以个案炒新股的概念 大口一成左右 如果以51元定价 可能大概穿回五个岭 大概46元 松一点这边位 做个指舍位 假设明天回来 是叫穿在这位置 才考虑到指舍 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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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先拿出 看有没有机会慢慢 可以逐步逐步去做好少的股价表现 如果没有抽中的话 这个484方面 你会否建议可以 能够承住科网股的强势 以没有抽到的时候 究竟可否考虑 我暂时就不太建议 因为这样讲 概念上刚才说是好的 但以价钱来看 大概是51元 其实大家都知道 很少新股有这么高的价钱 价钱比较贵 大家預期沒有太多炒作 反而沒有去抽到朋友 暫時不太記住了 看看再做一步判斷 謝謝Rafi你詳細的分析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謝謝你 我們今日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明天同樣九點半的時間 會再跟大家見面 明天再見